其實我去年在香港跟阿雪姐拍戲的時候 雪姐說收歌收歌我有一個電視劇在馬來亞拍的 你有沒有時間一起過去拍去玩一下 我說好啊好啊 阿雪姐叫到我當然希望過來了 阿雪姐說這個戲我們是夫妻來的 我說是更加好的 阿雪姐就已經有很多次合作了 這次我跟阿雪姐是第六次的合作 是演情侶的合作 其實之前那五次我們都是情侶 但始終都是無花果的情侶 沒有開花結的 永遠都娶不到的雪姐 這次很幸運 也很感謝馬來西亞劇組的安排 我們已經結婚了 謝謝 我們第一次演父妻 謝謝 雪姐怎麼樣 你覺得你沒有貢獻 不行的 我們之前那段是沒有開花結果的 沒有的 後面才成為夫妻 是的 一開始就是夫妻 是的 中間就不用有這麼多過程 你知道要追著雪姐很辛苦才能追得到 要追很久的 是劇本寫的 是劇本寫的 因為說我嫁了來這裡 我就很相夫教旨 又在這裡就要學一下馬拉華 又學一下國語 在戲裏面都有一兩句的馬拉華 好像 Deli Makassi Dabla Dabla 多謝 其實在戲裏面我和阿修哥都要講國語 這個就是我們的壓力 都算你們講廣東話壓力 我們兩個已經在房間裡背背背背 是背國語對白 但是現在又很幸運 現在很流行 就是 我們親親 因為他們現在提倡一些方言的劇集 又講廣東話或者又福建話 又上海話 又國語又英文 其實我覺得這個劇本是非常之好 導演和監製和老闆 他們都很支持 就是我們講廣東話 他們講華語 如果中間我們可以親一些英文 或者親一些馬拉華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 現實就是這樣 很寫實 其實就是最主要這個戲 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特出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三種語言 我們有廣東話 有話語 有英語 首先我講一講一個開心的地方 我們其實和阿雪姐 就是來了將近一個星期 老闆都很好安排的 讓我們早點來 適應一下這裡的環境 先和他們見面 吃飯都吃了很多次 甚至我們出道去大排檔 我們都吃 因為要在那個氣氛那裡吃 才能吃到那些味道出來 周圍的環境 和附近的本地的馬來亞人一起吃 我們吃到那個氣氛 我們慢慢去感受本地的文化 一個很美麗的文化 肉骨茶 肉骨茶是很特別的 真的很特別 很香 那些料又漂亮了 我們昨晚和阿雪姐去吃雞飯 當然是公司安排我們吃最好的雞飯 這樣大家幫我們認識一下 我們做這個工序 對這個工序 好幾位 等於有很多你 所以我們要講完